把这个放在这里 就变成了GLA200 大家好我是Paco Sermon的这一台呢 就是第二代的Mercedes-Benz的GLA小改款 它是GLA200 如果你也在考虑在买这台车的话呢 记得把影片看完 在影片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 那这一款呢 代号为H247的Model GLA 首先呢 它先推出的就是GLA200的这一款 所以现在暂时呢 就只有GLA200 那GLA200呢 其实它的引擎就是1.34缸 雷诺的引擎 那这一款由雷诺来开发的M282引擎呢 最大的功率输出为163 最大的扭矩为250mm 然后搭配的是 7速的Dual Clutch变速箱 那Mercedes-Benz的这个牌子 就代表这是贵器 不过在贵器里面呢 其实它也是有 属于年轻人的一个系列 就是A级的车 就打比如是一个CLA GLA或是A Class 自从2020年推出的H247 第二代的GLA到现在呢 4年之后的今天 它就Launch了这一款小改款 那小改款跟之前最大的分别 很明显的就是头灯 那这一组头灯呢 它用的是LED High Performance的头灯 那除了头灯之外呢 中间的SpotQ跟Bumber的设计 也有点点的不一样 整体看起来是比较简洁了 小改款后的GLA200呢 其实它轮圈跟之前是很像 可是有点不一样的 主要是它的颜色还有它的设计的弧度 是有点不同 不过呢它的轮胎的尺寸是一模一样 也是235 55 18寸的 下来就是车身的长度宽度都是一模一样 因为这只是一个小改款 车尾的改变最明显的就是车尾灯 它从之前的两个小圈变成现在一条出现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双排气管的造型 那其实它只是一个造型而已 跟上一代一模一样 再来就是电动尾门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这个反应 是蛮抿着蛮快的 请问一下有没有前车主 就是Pre-Facelift的GLA车主 请问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 非常的顺非常的快 那来到内饰方面呢 其实它跟小改款之前并没有太大分别 主要是一些小细节的一些不同 例如这一个之前是银色的设计 现在是一个Mercedes-Benz的三方形的设计 再来就是中间的这个娱乐主机 它现在是有支配着这个无线的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小改款之后的GLA200呢 它改了一个新的steering 然后这个steering跟之前的设计有点不同 就是中间这里还有旁边的那个手握的地方 都有些不同的 还有就是它的按钮 从以前的按钮变成现在的touchpad 还有中间的手扶这里的部分呢 以前它这里是有一个touchpad的 现在把它的touchpad已经移除了 画面的是这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 那当然这里打开之后呢 它还是一样这里有两个背架 还有一个无线的充电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 当你上车的时候你就发现到 整个车顶的部分 包括这里的按钮 它都是采用这个米色的这个设计 车的后座呢 基本上跟上一代是完全没有什么分别的 一样后面也是没有冷气住风口 不过呢就你坐到后面的时候 因为车顶的颜色改变了 所以你感觉到那个压迫感 并没那么大 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这台车它的轴距长达2729mm 我181cm的身高的人 我坐在后座 我的脚步 腿部空间是非常的充足的 再加上呢 这个椅背呢 它是424倾倒的 所以如果你同时你要载长的东西 或是你要载四个人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只把中间拉下 那你也可以两边都可以载人 中间还可以载一个长的物件 OK 到了试驾的环节 然后其实每一次我上Mercedes Benz的时候 我都觉得其实Mercedes的内饰 比外面更好看 不知道有没有铜感 然后今天开的是这一台GLA200 就是比较入门级的 就是1.3公升的涡轮增压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1.3 涡轮增压会不会不够力 所以现在我就先试一试 如果只是说它有力的话 可能你会觉得怎么说呢 怎么说它有力呢 那其实它的力道是蛮 算是平顺的 是没有什么任何的那种 很暴力啊 很暴冲那些 其实都不会 我会觉得这台GLA200 其实是很容易开 然后第一就是你坐的姿势呢 是比一般的车都高一点 因为它是Crossover 然后第二就是它的Blind Spot 是非常的好的 不过我是显着一个望后镜 有一点偏小 然后第三呢就是 车轮增压非常非常的轻 是我试过 车轮增压最轻的一台 Continental车 好处就是如果我在City Drive 或者是我在找位置 Parking的时候呢 或者我进Parking的时候 就很方便很容易 或者是一般的女生 开这台车都不会很吃力 那不好的就是 可能我在高速进完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的摆动不足 它的那个矽震的效果其实蛮好的 就是你不怎么可以感觉到 它的车会太大的抖动 所以也因为它是Mercedes-Benz 它在舒适的方面呢 它会做到100%的功夫 反而我是觉得这个双联屏 是有一点小 不过以这个车的尺寸来说 它是刚刚好 然后就是最美的 大家也是最爱的 就是它的冷气出风口 里面的那个氛围灯 还有车围绕的氛围灯 那相比这台车跟A-Class呢 A-Class就显得非常的硬朗 然后 转动也会比较的重 这台车跟它的性格是完全不同 那这台车开起来就是很容易开 很舒服很轻松 所以如果这台车你是拿去热厂用的话呢 它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那在这个红灯等待的时候呢 之后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就会试试看它的Sport Mode的反应 OK Sport Mode之后呢 我又可以重新再评估这辆车 因为这辆车哦 它Sport Mode之后 它的Selling变得很重 然后它的加速也变得非常的好 再加上就是它的换挡变得非常的快 我可以感觉到它先就是这样 然后它换挡的速度变得很快 你是完全是感觉不到它是只是1.3公升而已 还有比较明显的就是当你Turbo在Boost的时候 你一放你的油门的话 你就会听到那个Psss的声音 很爽 那如果平时在走的平路的时候 在加速中120公里的时候呢 会感觉到车身会比较有一点点的摇晃 它并没有像A-Class那么的贴地 OK 我在这里我试一试看这台车 1.3公升的 它0百加速的反应回路了 OK 那我现在开始 0-84公升相当快的 好 100了 其实算是蛮OK的 比一般的1.6或2公升来说是差不多一样 只是它一起步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那个弹射的功能嘛 所以它一开始的话它会不会迟钝一点 然后到20公里的时候它才开始 它它的力才开始来 不过它20到100的那个速度加速也是蛮快的 感觉到100之后呢 它还有更大的那个潜能 不过因为我们的路有限 所以我们是说了100而已 现在我们就看这台车 它的拐弯的时候的感觉会怎样 因为这台车是前驱车 Sportmo之后这辆车 它的牙翔的反应会非常的敏捷 而且它会不时的帮你去进挡或退挡 前面这里是一个比较空的位置 我们可以做一个高速进挽 这里是稍微大斜坡的 是蛮刺激的 然后是可以控制到的 不过就是里面的body roll会变得很大 我个人是觉得方向盘的敏捷度没有很好 好 这台车跟一般的A-Cluster 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这台车你会感觉到是很刺激的 它有一点像要Lost Control的 可是你又感觉到 它其实是可以操控着的那感觉 就在你的操控范围 然后车内的动作会比较稍微大一点 所以如果乘坐的话会有点不舒服 不过当然啦 如果你拿这台车来载人的话 就尽量不要做这种动作啦 那虽然说这台车它并没有GLC300 或者GLA250之前的那种 Performance的那种动力或者那种摆向 不过以1.3来说我们可以daily use 我们又可以省油的话 这台车是蛮不错的 介绍完了这台车的里里外外的设计 再加上我们的试乘的感受之后呢 在这里可以科普一下 其实这一副引擎1.3 Turbo Charger 它采用的是这一个雷诺的牌子的 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款 Mercedes-benz里面的1.3 Turbo 采用的其实都是这一款引擎 那这款引擎呢 其实它在2018年开始 就已经采用在Mercedes-benz的1.3 Turbo 的车款上了 这个2024年的小改款 GLA200的售价为258 如果你有打算买这台车的话 请稍等一下 因为GLA250即将面试 而且听说它的价格在于295千起跳 以上就是我的影片的所有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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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